宋朝元宥年间 在湖南长沙郡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麴玉 这种鸟很会学人讲话 俗称为八鸽鸟 有一天 有一位僧人偶然经过这户人家前 恰好挂在门口笼子里的八鸽 听到僧人随口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于是也依葫芦画瓢 学着念起阿弥陀佛来 没想到 这只八鸽竟从此 从早到晚念阿弥陀佛念个不停 并且别人再教他其他话 他一概都不学 家里人很是惊讶 觉得这只鸟与佛门 素有深远 于是就把鸟送给了那位僧人 几年过去了 八鸽始终念佛不止 有一天 八鸽忽然死了 僧人感念念佛的八鸽多年的陪伴 于是亲手做了一只小棺材 把鸟放在里面 连棺材带鸟埋在了寺院的一块土地里 没想到 几天之后 僧人路过埋八鸽的地方 竟然看见从土里棺材处冒出一朵白色的莲花 莲花一般都长在水里 这一朵竟然从土里冒出 这一定是八鸽因为念佛的缘故 往生到了净土 用这样的稀有神变来告诉世人 极乐世界时有 念佛往生不虚 后人凯探此事 曾写过一首诗 有一灵禽八八尔 解随僧口念阿弥 死埋平地连花发 我被为人岂不知